近日,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珠海正式揭牌,并启动了首批海上试验。 经过两年筹备建设,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珠海试验场已具备初步测试能力。 首批启动的海上试验涵盖南昆号、赵瓦吉、波浪能发电平台、珠海云智能无人母船、可潜无人艇等海洋装备。 针对装备性能、可靠性、环境适应性、安全性等指标开展测试评估。 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珠海试验场的投入使用,有利于节省涉海单位测试成本,加快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程。